人生没有目标就像一条鲜鱼一样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影片 我是Miss Yang 今天这个镜头是否很有趣呢 我就多谢一位网友送给我一个手机 有这个功能可以拍得漂亮一点的镜头 很搞笑 但好像有点假的感觉 他把我家后面的东西模糊了 这个方法挺好的 一边吃早餐 今早就吃奶酱包 吃奶酱包 自己拆一拆吃 好久没见了 为什么会停了这么久 没有更新呢 还是忙 还有可能觉得 人生真的要有些不同时期 要有些不同的目标 对不对 不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之前那几年的目标 所以就说 那期视频也要用达到体验 然后就觉得 嗯?一定已经达成了 所以就开始就会想一下 嗯 !". 接下来我还有什么目标想做呢? 这样 人不可以没有目标 对不对? 人生没有目标 就像一条鲜鱼这样不行 所以呢 所以你想想有什麼新的目標 有時有些是長期目標 有時有些就是短期目標 長期目標就是為將來打算 短期目標就是為近期的東西 其實有些目標要容易達到 那你個人才會覺得可以更加積極 因為你覺得做得到 好像打遊戲一樣 一關一關這樣過 你就會覺得自己做得到 有成功感有滿足感 那你就會每一天都會更加開心 我覺得大家的短期目標很容易做 就是去臨機吃甜品 因為你定下這個目標 那一個人就有推動力 你睡醒就會想 我今天有不空去臨機吃甜品 或者是下個月 我會不會乘飛機來台灣吃甜品 對了 有個目標 如果做到 你就會覺得 我做到了 很開心的 所以我就在這裡 鼓勵大家 人生要定一些的目標 例如 來臨機吃蛋糕 這也是一個人生很重要的目標 那我最近有什麼目標呢 我自己也有想過 其實我覺得自己也蠻想再去 就是叫學生 這很久沒有接觸學生 其實我也覺得 如果有機會 當然可能不能全職啦 就是可能也不是一定要找老師的工作 但是我也蠻希望可以去當一些志工啊 就是教一些小朋友啊 我也蠻想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他們參遊啊 講故事啊 因為我自己講故事講得非常好聽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的機構 可能你們需要找一些老師 來跟小朋友玩啊 或者是參遊啊 然後我覺得我也可以幫個忙的 所以如果 當然當然要看時間啊 有這些時間我一定要上班啊 對不對 所以就是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 我覺得我也很希望可以做這個事情 有客人跟我說 我覺得我覺得我 拿到身份證之後 的笑容有跟以前不一樣喔 那你有沒有這種感覺咧 其實 自己看就沒有太大的感覺 看起來就覺得差不多 但是確實是心裡面就比較踏實 就會感覺比較放鬆啦 就是不會那麼太緊張啦 這以前是會很緊張嘛 就覺得阿勝率不好的話就真的 真的很想捏死人了 你知道嗎 趕快就愛好不好 就有這種感覺 因為很怕 那個業績不好 那現在就覺得 就順其既然啊 有客人也開心啊 沒有客人就放鬆一下啊 就不用那麼忙啊 就是這樣想 所以也是有影響啦 就是笑容也不一樣了 應該有吧 然後最近也有很多的 香港人跟我說 他們不論是 專業移民啊 投資移民啊 就是舊的制度的 新的制度的 然後他們都 最近都拿到身份證了 然後都很開心 就覺得大家都會覺得 比較暗定 就覺得我在這裡就可以好好的 按聚樂業這種感覺 對然後 然後就 大家都好像放鬆了很多 就是最近來我店的客人也是 比較多笑容啦 就沒有像以前 剛開始的時候 很多都真的是 壓力大到爆炸了 現在的 香港人如果移民過來的 都 都大部分都是已經比較平和啊 就開心啊 那種感覺 所以 跟剛開始來真的很不同耶 現在還是有蠻多的香港人 他們來到我的店 也是問我 他們想要準備移民來台灣的 我就知道蠻多人會這樣想的 問我生意容不容易做 說實在的真的很難做的啦 但是 你就努力去經營啦 盡力的去做啦 因為我也看到很多 最近拿到身份證的 香港人 他們的業績也不是說非常好的 但是 我就覺得你有 努力盡力去做 因為畢竟 不是每個人都懂得做生意啊 換個台灣人來做也做不到啊 對不對 不是那麼容易耶 所以 呃 要開一個店 不是 講一講 講著很容易啊 對不對 啊對不對 講的話 講到 講到什麼 我都不知道 講可以講到 飛到宇宙 對不對 講很容易啊 但是要你做的時候 你很多事情要堅固啊 所以 做生意本來就真的是很難啊 我 不是一個生育人 所以 是南向 架南 但是如果 你本來就在香港 已經在開店的 已經在做生意的 那你只是換個環境的話 我覺得就比較容易 而且你會覺得 欸 也沒有差很遠啊 這差不多 但是對於大部分 在香港是打工的 呃 的人來講 就會比較 嗯 有一種就是 重新要學很多東西 然後你的心態啊 看那個 不是每個月就有工資的那種感覺 是 真的是需要 心裡去調整自己的心態的 心抗神意啊 心抗神意啊